今天是8月9日星期三 市金组进一步反复 而且轻轻再创今个月的新低 但期后市有技术上的后抽 但所谓技术上的后抽 其实升势不是太明显 稍后再做分析 先看看指数 恒指金组先是低开125点 到19,059点 之后有点轻轻的拉锯 一度低见19,056点 这亦是今个月暂时的低位 其后有些回补买盘开始滲滲涌 结果指数顺势一度回升到19,270点 这一分钟相对昨天收市来说 其实上升了86点 但在高台上 由于买盘始终却步 所以市很快又再转转反复 跌回到19,200点 先看看今个月的波幅 今个月 但不知仍然是一个先高后低 指数暂时来说 仍然是有1号的高位 20,331点 跌到今早的低位 19,056点 即是今个月的波幅 但仍然是轻轻再扩到12,75点 但如果看过去一段比较长的时期 大家会发现 一个月的高低位同时出现在7个交易天之内的机会 其实都不是那么高 即是说 往后可能会有更大的波幅点 或者更低的指数 让我们看得到 因为12,75点的波幅 相对来说 仍然是轻轻的 假设今个月全个月的波幅 如果有1,500点 在阻止 如果高位在20,331点 低位在哪里 用计数机一计算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的表现 今早开市的时间 指数仍然反复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但其有指数曾经回到19,270点 即是继续上 轻轻回到50点平均移动线之上 但不能够站稳 结果仍然在50天线 在阻止反复 50天线 现在在19,199点 在阻止水平 这是这么多移动线当中 最低的一组 换句话来说 恒指如果是走在50天线之下 代表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技术上 形态上 是属于一个反复育市底的格局 现在所说的底不是19,000点 19,000点 关口并不是技术上的防守性据点 比较近一点 可以用来参考的 技术上的防守性据点 应该是7月24日的低位 18,562点 大家都记得 指数是由7月24日的18,562点 急步快速反弹到7月31个高位 20,361点 从这一开始就辰转反复跌到现在 即是1562点 这个防守性 才是比较关键 因为向下望 就是7月7日的低位18,279 再望低一点 就是今年5月31日的低位18,044 这个也是今年全年的低位 可以这么说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指数暂时来说 大概在18,000到20,000 松跌了 进行一个反复 在那上落 跌不穿的话 就问题不大 但升不破的话 你亦都无为高追 简单说 在这2000年波幅里面 真的要作任何部署 低一点买 更好 因为大市的成交价格 始终都不是那么良麗 虽然 7月31日见过18,800多亿 但问题就是单日而已 换句话来说 比起以往的市 千多亿成交是连绵不绝的 大成交一路涌然 那我才感觉到一个终极的升势 其实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些事况 所以 任何的无声 都只是纪律上的后抽 好了 终五的分析 我就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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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